今天呢 我要來介紹一款 應該是有史以來我入手的 最像精品的家電用品 嗨大家好 我是尼堅貓 在我的桌手邊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剛剛開頭講的 就像宛如像精品一般的這個家電用品 但是呢 我為什麼會買這一台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呢 之前我在工作室的一個吸塵器呢 是有插電的 然後它是老式的那種吸塵器 就是最早期的吸塵器其實是很耐用的 但因為我非常的懶 所以其實我幾乎不用那一台 我都是從樓上 就我們自己的住家呢 拿一台就是不用插電 不用插電的那個工業型吸塵器 小小台的 但是最近實在是越來越忙 所以就是有點懶得一直去移動那個吸塵器 所以最近就在想說呢 我想要買一台吸塵器 然後呢 重點就是呢 它要 簡單 好用 耐用 好收納 好維護 這幾個 非常簡單 相當的務實的一個條件 好 那先說說為什麼我會選擇這一台吸塵器呢 我一開始看到它有這麼多的配件 其實有點猶豫的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類似有這種這麼多配件的吸塵器 但是最後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去收納它 我也不想要去想我要怎麼收納它 所以最後那些吸塵器呢 就被我放到櫃子裡面 不知道放去哪了 所以一開始看到它有這麼多的這個配件的時候呢 其實我本來是要把它滑掉 但是我看到它有得紅點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所以我就多看了它兩眼 然後就發現呢 其實它都已經幫消費者想好了 這麼多的一個配件呢 它就是用它的這個設計呢 把它全部收納成這樣子 就全部可以把所有的這些刷具呢 都收納進來 好 有點重量 好 所以這裡總共有幾個刷具呢 它其實有1 2 3 4 5 好 這是就是你插電之後它會發亮 然後可以掃那個角落的 一般像這樣的吸頭其實都蠻短的 可是它很長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像這樣子 就是可以拉長式的這種舌管 這叫舌管對不對 然後它就可以把它這樣子合在一起 然後去吸一些可能就是你知道 有東西擋住的一些角落書架這樣子 再來呢就是最後讓我決定要 購入它的一個原因就是呢 它是一台有吸跟拖功能同時存在的一台吸塵器 也就是你可以同時吸地又同時拖地 等於就是你今天想要打掃的時候呢 你把它拿起來 然後電源開下去 然後家裡走一招 OK 結束 好 它的這個吸頭呢 我還沒有放上來 我就是這一個 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 這也是吸地然後就是同時拖地的這樣的功能 然後它這裡也可以裝水 所以你就可以同時吸地又同時拖地 那它收納也是一樣 就是把它合併上來 它這裡有個卡榫 好 就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收在你的角落 那像剛剛提到的這個有吸托功能啊 然後還有方便收納這兩件事情呢 只是讓我特別再多注意它一下的原因 那其他的還有很多就是偏向務實層面上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耐不耐用 然後清潔上面的東西 像是一般呢 這個不用插電吸塵器呢 最容易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電池的耐久度不夠 吸力不夠強 但是這一台呢 它的馬達是日本的馬達 然後加上韓國三星的電池 所以它就是標榜超強吸力 以及有70分鐘的這個續航力的一台吸塵器 再來另外一件呢 就是不插電的這個 不用插電的吸塵器呢 也會很容易遇到這個電池壽命的問題 那這台小狗吸塵器呢 它有提供電池換全新的這個半價的保固 然後因為吸塵器啊 本身會有很多非常多細小的灰塵經過 那長久下來呢 它就會 你的吸塵器會因為堵塞 所以造成它的吸力會下降 所以吸塵器本身呢 它的濾網就很重要 然後 這台吸塵器呢 它 就是這個地方 有濾網 然後以及 加上這個集塵筒 裡面這裡也有濾網 它可以過濾掉0.3為1的灰塵 那最重要的是呢 它們本身的保固 就有附上了5年免費換濾網的服務 那你每半年就可以申請一次 那其實這些濾網呢 它其實都是可以清洗的啦 只是你一定要確保 就是它有全乾的 然後再裝回去 才不會造成就是機器的損壞 其實每一台吸塵器都是這樣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我也非常在意的就是清潔喔 因為其實吸塵器不是說 你買了 然後你就不用維護它 因為它常常會有一些灰塵 那久了 它就是會造成這個吸塵器本身的一些損耗 所以清潔上容不容易 其實對 就是對每個消費者來講 其實很重要 就是 我有遇過那種就是 你吸塵器不容易清理的 你會很容易就覺得 你吸完了 你就不想要清它 那久了就很容易會有霉味 那有霉味的時候 你就會更不想使用它 因為那個使用的整個感覺就是會很不好 這個它是有磁吸式的 你只要這樣拔就起來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它也有附上這個 你只要把它稍微這樣子 它就拿出來了 那這個集塵筒 然後還有這個過濾器呢 本身都是可以清洗的 好那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就來實際上看看呢 運用到工作的空間 還有居家的空間 它的實際的狀況會是什麼 好我現在呢 要先來用這個吸頭 這個吸頭呢 它說可以吸一般的地板 還有地毯 那我要用它來吸我工作室的地毯 因為偶爾會帶我家的貓下來玩 好它是布丁 然後它來我工作室呢 最喜歡的就是這張地毯 那這個是清潔前的樣子 上面有蠻多它的毛 好然後開始清潔了 在這個部分呢 我是使用自動擋 在清地毯的時候也是 最明顯感覺到 就是自動擋的功能 它是真的會根據 目前的粉塵的狀態 去自動調整它的吸力的大小 那在很多的轉折上面的清理 也是蠻容易的 就它的吸頭的設置是蠻好的 那這個是我地毯所有的粉塵 我這個地毯呢 其實上個禮拜才清過 所以沒有想到可以吸出這麼多的粉塵 好再來呢 我要用這個吸脫一體的吸頭 那小心喔 你不要覺得它是有吸脫功能 就是吸濕的水 不行 就是它還是一樣有沒有 它不能吸到水 所以你要保持地板的乾燥 所以如果你家要養貓 然後請務必先把它們的嘔吐物 還有一些 排一些物給清乾淨 再開始進行吸脫 那這個吸脫呢 這個吸頭呢 我打算就是直接用在我的工作室 因為我工作室呢 就是只有一些灰塵而已 因為貓不太常下來這裡 好這個吸脫功能一體的吸頭呢 它本身是可以調節出水量的 這個部分是水泥地 所以我是將出水量呢 調整到比較大的出水量 在清理上面呢也是蠻順暢的 不會有一種需要用很大的力氣去推動的感覺 那它本身的這個吸頭呢 拖地的部分是會自動旋轉的 那當我走到塑膠地板的部分呢 我就將塑水量呢 調整到比較小的狀態 拖地的那個布本身呢 其實是 你會看到其實它是有不同的顏色在上面 那摸起來呢 灰色本身呢其實是比較硬的 那白色本身呢是比較軟的 所以灰色本身的這個功能呢 其實可以移除掉地上一些污垢 好再來是這個刷筒 這個刷筒呢 我打算拿它來清理我工作室 就是已經一年沒有洗的窗簾了 那因為窗簾通常就是蠻高的 那它其實有附一根這樣子長長的一個桿子 那就可以把它跟這個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然後去做清理 我在打掃做個窗簾的時候 一開始是用強力檔 那所以會比較不順 建議大家在打掃窗簾的時候呢 可以調整到節能檔 這樣比較不會因為吸力過強 然後布會一直被吸進去 窗簾本身的打掃呢 我比較沒有太大的感受 可能也是因為我工作室粉層其實並不多 所以並沒有非常巨大的感受 然後接下來呢我要用這個 它會發光的一個場管 這個呢我打算拿它來吸這個 冰箱旁邊呢從來都清不乾淨的 就是很細的縫剛好的 原本吸塵器的頭進不去 所以我今天要用它來清理 然後我也會用它來清理我工作室的窗框 好這個是窗框打掃之前的狀態 可以看到就是蠻多粉層的 那這個吸頭呢本身呢我覺得它的設計是設計的蠻好的 就是它的寬度呢是很符合窗框的那個軌道的寬度 是真的可以塞進窗框的軌道裡面去做清理的 那我這個部分是調整到強力檔 我個人覺得是相對來說比較有效的 好那這個部分呢是我居住空間的冰箱旁邊 因為我們之前呢其實有做一些整修 現在還是一直持續在整修 所以會有一些碎屑 那它吸頭本身的燈光呢在這裡就有派上用場 然後這個呢吸頭呢本身是可以吸向鍵盤之類的東西 對我還在思考它還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然後它的頭本身是可以 它的頭本身是可以這樣收回來 雖然我不知道這樣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吸桌上一些很髒的東西不需要刷子的狀況嘛 然後你可能需要刷子的時候再把它推出來 好這部分呢我是用舌管搭配這個吸頭去清理我的書架 那因為清理書架呢需要就是不停的移動 所以舌管在這裡派上了蠻大的用場 好接下來基本上都是在清理我的居住空間 那這個呢是貓咪很常活動的一個房間的地板 可以看到呢都蠻多貓抓板的紙屑 那我打算用吸頭的 吸頭呢清理這個空間 然後看看它的吸力的狀態 那這個部分呢因為紙屑本身呢它蠻大的 然後自動功能呢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偵測到 所以其實我在這個部分呢 我基本上都是開成強力道 那使用過後我其實會蠻建議大家呢 直接先把紙屑給掃掉 然後再用吸頭功能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那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比較多 就是關於這個吸頭本身的短折功能喔 也是設計的蠻好的 好那這是清潔完的地板喔 已經有達到大概百分之七八十趴的清潔的功能了 就是腳踩上去是非常舒服的 那這個呢是我們臥室的床底下還沒有清潔的樣子 好開始清潔 在這個部分呢用的是一般的吸頭 就是一開始來吸地毯的那個吸頭 你會看到在這個部分呢 它的吸頭本身真的是設計蠻好的 就是你的你一些轉折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吸鋸呢 真的貼到地板上才真的有比較好的吸附的功能 那你會發現呢 它其實是可以做到往左往右這樣子90度的旋轉 都是非常順暢 好接下來要用的是這個除塵蠻的這個吸頭 雖然我本身床墊是乳膠重疊喔 比較不會有塵蠻的問題喔 但是也可以用它來吸 就是不想要一直洗床單的話 就可以稍微用它來做清理 好我們這個床本身上面其實是有用煮洗的 那你會看到一點點小小一點的白色喔 其實就是煮洗上面的一些粉末 那我前面有講喔 就是我們的床墊是乳膠床墊喔 但是其實在使用這個吸頭本身呢 其實是蠻有感覺的 你們會看到呢 這個吸塵器本身呢 吸出了蠻多的小粉末 雖然在清掃前呢 床墊上的確是有一些小粉末 但是是比我們視覺上看到更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 吸塵板的吸頭呢 是有蠻高的清潔力的 那這部分呢 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我用吸托功能 這個是把我工作室走過一遍的最後的狀態 那你們會發現呢 我居住空間的地板呢 粉塵是真的相對來說多了非常的多 因為畢竟有五隻貓 好那我先從整體的使用感想來講起喔 那因為我工作室呢 的環境呢 基本上是比較單純的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粉塵 那我居住空間呢 因為我養了五隻貓 加上我夏天基本上就是開個窗戶 所以居住空間的粉塵啊 還有一些比較大顆粒的小碎屑 就相對來說會比較多 那我兩個空間呢 我都是用吸托的功能喔 把它看能不能就是從頭到尾去走過一遍 那因為我工作室的空間呢 比較單純喔 所以其實使用上來說呢 非常的順暢 我就是用吸托的功能呢 全部走過一遍 那地毯本身呢 有用它的主要的吸頭 就是這個 那用的時候呢 感覺非常好 那我那時候是用自動檔 它會自動去偵測到哪裡粉塵比較多 所以它就會自動去調節這樣子 所以在工作室本身的使用上面呢 我會給五顆星 那因為我居住空間呢 比較多大的碎屑喔 譬如說像紫屑啦 或是說像貓砂 那吸塵器它的設計的關係喔 就是它在遇到這樣子大的紫屑的時候 其實它不會自動調整成強力檔 所以其實我大部分都是開著強力檔 在使用吸托的功能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使用上面呢 它的效率呢 相對來說 沒有我工作室好 所以 我會給它四點五顆星 但是整體來說呢 感覺還是蠻好的喔 它在遇到一些轉折的時候 牆壁啊等等的 它的新程器的設計都設計得很好 它的頭可以很順利的就可以轉過去 那像是清床底的時候也是喔 它的設計是可以讓你就是手腕是有轉動的 然後去符合當你就是比較低 接近地面的時候又是比較需要伸展的時候 你的吸塵器呢 還是它的吸頭還是可以貼在地板上喔 增加就是吸的效率 再來是關於收納上面的感受喔 它的收納其實收納完就是像 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有像這樣子的一個角落呢 就可以去把所有的這些吸頭呢 給收納好 那充電也是非常輕鬆喔 你就是放下去你就可以開始充電了 所以在收納上的感受呢 我會給它五顆星 那再來是關於它有三個不同檔次的這個吸力喔 一個是節能檔 就是一般的吸力 再來是自動檔 然後再來是強力檔 那自動檔呢 就是它去根據呢 你現在它吸到這個地板呢 的粉層的多寡去調整 看是要一般的檔次呢 還是強力的檔次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會覺得它在 在處理一些比較細小 就是在遇到譬如說 像地毯啊 或是說床墊啊 這樣子 相對來說是比較細小的 粉層的狀態的時候 你可以比較能夠 就是這個自動檔本身呢 的反應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遇到像是 貓砂啦或者是比較大的紫屑呢 我就會建議你先掃過 因為這個吸塵器本身對這個的反應呢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如果你手動呢 調成強力檔呢 它基本上也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它可以吸得很乾淨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整體來說我就是給它五顆心底 接下來呢是進入到這個 這個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在意的 這個電池19度 我工作室大小就是大概10坪到15坪 那我基本上我全程都是用自動檔 我就是看讓它自己去調節那個吸力這樣子 那我整個走完呢 大概剩有30%左右的電力 那我居住空間大概是比較大喔 大概是20坪左右 那狀況就是剛剛前面講的這樣 所以我有很多時候呢 我都是調到強力檔 那強力檔呢 它的電力消耗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我在居住空間呢 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吸托的功能喔 加上有吸床墊 然後書架 還有冰箱旁邊的空間喔 這樣子整個走完 剛好100%的電力都用完了 所以這點上呢 可以給你們一點就是參考 我就是可以去判斷一下 你居住的空間呢 適不適合這台吸塵器 所以在整體電力持久度呢 如果要工作室跟居住空間合併來看的話呢 我會給它4.5顆星 如果在工作室本身的話是絕對沒有問題 是5顆星 那如果居住空間的話呢 我就是會我自己本身的居住空間啦 我就會給它大概4顆到4.5顆 這個部分就是可以給你們一個參考 就是可以去考量一下 你在居住空間的狀態 如果說你是養了一兩隻貓 然後沒有太多粉塵 那基本上你可以用這一台吸塵器用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養了大概5隻貓 然後有比較多的粉塵喔 可能要先掃過一遍喔 然後再使用它的這個吸托功能喔 你會比較有感喔 那最後呢就是講到呢 使用後的清潔還有維護 使用後的清潔還有維護 非常非常的簡單啦 有幾個部分呢是需要好好去維護 像是它這個一般吸頭的 因為它這一般吸頭其實是給一般的地板 還有地毯使用的 所以它絕對是會碰到你 大部分你居住空間的地板的 這個下面這個呢 我不知道你現在看不看得到 它其實上面是會纏著頭髮的 所以這一個吸頭呢 它會相對來說比較需要被清理喔 但好處是它這個地方是可以懸開 然後讓你拿出來清理的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就是你需要耗費心思去顧它 那再來呢就是大家最在意的這個吸塵筒 其實都也都是可以水洗的 在清潔前呢先把裡面的粉層倒掉 然後記得把這個濾網拿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為這個吸塵筒 去做清潔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需要被清潔的就是像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這塊布喔 我自己本身是用水晶肥皂 要去清洗它 那其實就是這幾個部分 需要你比較耗費心思去維護它 維護這個機器 所以在清潔維護上面呢 我一樣是給它五顆星喔 因為其實是非常容易的去維護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設計團隊呢 其實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呢 去不停的去改良了他們的產品喔 就是你會發現呢 過往在使用一些產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吸頭其實已經很 就是藏納夠了 可是你卻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去清潔它喔 但是我覺得 小狗吸塵器他們的團隊呢 其實都有去考量到這些事情喔 所以它會讓我們再相對來說 再維護這個機器上面呢 是非常輕鬆的 那因為呢我自己本身呢很喜歡這台吸塵器 所以我跟廠商談合作 特別回饋給我的粉絲們折扣價 所以呢如果你剛好在尋找吸塵器啊 然後這台吸塵器又非常符合你的需求 歡迎你點擊下方連結進入到網站購買 那你本身的購買呢 也能夠幫助我頻道的營運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想要讓生活變得更輕鬆 那就使用小狗T12吸塵器吧 那就這樣啦下次見 掰掰